我觉得很心寒对于一个孕妇的 你觉得我的权益受到了保护吗 走一切与国家劳动法 就是说来进行这个事情的一个条件 其他的就没有了 啥子你猜 就是说如果他觉得就是不合理 就请律师 不然他懂不懂得要侵辱无数 你说你联系一个律师过来 他根本就不了解你们的这个情况 他只是代表你们官方的来做一个回答 是不是 律师他也需要讲法的 也需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 对对对 我就联系律师就OK了 作为一个电视台来访问他们 他们都是这个态度 我自己作为一个孕妇 你觉得他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我呢 我也没有反过人和国厂 他就直接开说 你觉得我一个港湾云的孕妇 为不为确 作为一个孕妇 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保证一个孕妇的基本权益 我们保证了他的协议 问题是没有办法和解的吗 我已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了 你完全没有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你没有怀疑的是 完全可以在我们公司工作 你怀孕了你就直接走 你觉得如果说每个公司都是这样的话 我们每个孕妇的权利得到什么保障呢 我们的劳动法有什么用呢 我想请问你女老师 就是当你怀孕之后 我对你有没有做过工作上过分的安排 有还是没有 没有对不对 明确表示我不需要休息 我可以上班 你请假 你回答 同意还是没有 你先回答 我同意没同意 同意了的 你现在就怀孕几个月现在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还不到两个月 那按理说的话 你现在是可以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 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状态 到上一周我都是坚持每天来上班的 但是周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不用来了 你不用过来 那我现在担忧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让他不要过来上班 就害怕他经常请假吗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也不是害怕他请假 到现在他怀孕两个月了 他第一个孩子才四个月 第一个孩子才四个月 他马上跟着两个月之后 他又怀孕了 我们的房价 老师 你觉得他真的出了问题 我能当这个责任吗 好久怀孕了 11月20多号才发现 然后11月4号 他们就跟我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 完全都不晓得 后头就医院去监察 因为没有来答应 肯定去监察 这也是意外才发现 对啊 真的是意外 并不是说你本来的名字怀孕 我过来应批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说为了这点钱来这怀孕 从此之后我们也从来没有对他说过 质疑他这个事情 也没有说怀孕他 怀疑他的事情 从来没有说过这个 医子也是担心他的事 因为他第一个孩子才4个月 顺惨的 你去医院你顺惨的 医生也会建议你 半年以后再怀孕吧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对一个女性的一个保护吧 对不对 对也是对你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寒假这么辛苦 万一孩子出了问题 你说谁来当 我说了我不需要你承担 而且我觉得我身体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OK的 最终经过记者的调解 培训机构小张愿意根据劳动法 提出解决方案 坚决咨询国家劳动法 这边的话我们还是根据国家的一个劳动法 赔上他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的话 出于对于员工的一个慰问 以及一个光怀 大家相处这么久 都是有感情的 这边的话公司愿意再多给出两个月的一个慰问 一共三个月的工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双方就把劳动法都解除了 对对可以 开除孕妇 当然违法 国家对孕妇实行特殊保护政策 只要怀孕就不能开除 但是企业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无论是产假工资 还是孕妇精力投入度 都是需要企业去分担的 有网友就说了 这样工作单位真是倒霉了 养着一个人 没完没了的生 只拿钱不工作 这个就有点不厚道了 按说产假六个月 产假还没休完 就又怀孕了 遇到高手了 如果不开除他 后面赖着休产假 休哺乳假 最少大半年都白拿工资不干活 其实希望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 也别老想着好企业的羊毛啊 这样的例子多了的话 谁还愿意招未育的女员工呢 结婚三十几年了 三十几年的 退休工资 看都不看得一样 都一样 知道吗 我们那些工资还不是向你老婆搬起的 还不是十几年了 钱是交给老婆 她过来把那个卡拿过来 是我过来拿给你的 我喊你把钱取了 你回来就还我啥 钱 你跟我说卫生的钱 要不要不是问题 但是就是这个 我没有见到一份钱 没有取过一次工资 我好害羡 现在还会晃我 兴趣是大部分的严同包 工资看都是个老婆 如果买的时代 都听到老板的想法 我们两个人钱 基本上就是把他的工资资得紧 我的工资在路上做 我的工资只得2500块钱的工资 他要有4000块钱 我也美国也要还有 中国500块钱 他那个一路去都吃过去 他都说他没看到 你对老婆管的钱 其实还是放心了 放心 你现在把钱哈拉我 我又要把钱 输了 帮给你 我不得要 看到这一幕 我觉得也非常的温暖 俗话说老来伴老来伴 李大爷和梅婆婆 也不是真的闹矛盾吗 只是一些小事没有说开 才导致有误会的存在 如今这误会解开了 李大伯的心愿也满足了 老两口重归于好 工资卡依旧有美婆婆保管 不过呢 现在大家伙也都知道 你们家钱放在哪了 一定要好三点保管 老大爷不为工资 只为看一眼 雷宇就说 这就是他真实的内心写照 不求有好多领花钱 只求愣狗看一眼 如此便能心满意足 好 聊了这么多也休息一下吧 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刷 欢迎回到朋友那个圈 我是刘元 带着健康快乐出发 唐晨备剑携手四川圣洁大药房 秋冬特别策划 健康四川行 12月健康公益全身跑 现场还有免费讲座互动好礼 等你来 2020加油吧 我的抵抗力 下面这条新闻啊 简直就是侮辱了我的智商 12月23号 网报北京八大岭长城 所到售票窗口 一员工拿手机看视频 不利用 爆料视频显示 游客询问 能否换票 但售票员 这愣着没动 没有任何反应 24号 票务中心管理主任表示 该工作人员年龄较大 当时犯困睡着了 他们将对这名工作人员 进行通报批评 和经济上的处罚 您好四号窗口 能换票吗 看看看看 就这么工作的吗 您好四号窗口 能换票吗 他是在南所到票务服务窗口这块 四号服务窗口 就是刚才最先了解的那个情况 这个人呢 他就是刚才就说 他确实就是因为年龄大 可能经理这块受了限制了 所以他那个下午那会游客又少 他坐在那睡着了 睡着之后呢 后来游客来了之后 跟他叫了他几次之后 他醒过来之后 赶快跟他业务 也给游客办了 没有跟游客发生什么冲突 我们票务中心 对于这种违反工作纪律的 我们的处理方式呢 是两种 第一 从他这个经济角度来讲 有一个处罚 就是他绩效奖金的40% 就是他当月奖金的40% 要进行扣除 这我们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然后要对他进行一个 中心的一个通报批评 你这是睁眼说瞎话 还是睁着眼睡大觉呢 是吧 主任啊 你真以为我傻 还是我瞎呢 我看这视频里边 这工作人员眼睛瞪得挺大呢 这叫睡着了 谁能睡成这个样子 对吧 睡着了还能看视频 你说这是不是啥 睁眼张飞 建议呢 像这样的员工 其实做的还不错 就是通报批评啊 包括一些教育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毕竟你在这个岗位 就是为游客服务 年龄大不大 不是最终的问题 如果年龄大 不能胜任这样的岗位 可以调走到其他岗位 好了 今天的朋友圈 就跟各位刷到这了 不刷朋友圈 无聊一整天 祝各位周末愉快 拜拜